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就和大家介紹ACI TOYS 我自己公司的作品 就是周防延款行乘ACI TOYS的武田信源 這個其實就是整個系列的第二彈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理解多一點 我有另一條影片講比較長一點 就是關於製作背後 我們基於什麼原則或者概念去製造這個系列的產品 因為坊間也有不少日本武士的優秘錄 而且也有不同的月模式出現了 我們怎樣做呢? 這條詳情我就不講 因為我相信有些朋友就很想看產品的重點 以及我介紹這個重點 所以我比較想長一點 歷史背景、周防老師的資料 或者我們怎樣去製作這個系列出來 或者背後一些市民知的事或者辛酸 你可以看過另外一條影片 也是玩具堂的 這條影片就會集中介紹產品 所以我主要介紹特點 先跟大家講一講 這個 正面 側面 後面 兩邊 其實我們都用了 同事用了不小心心思去設計 完全配合整個系列 黑色的信長 積田 紅色的墓田 下一個也是另外一隻 裡面 裡面也有一個最棒的插畫 這就是周防彥芬老師自己的原作畫 印刷品 當然不是原畫 但就是原本 他授權之下 我們印刷出來的 所以這是一個 這麼大面積的小看見 通常你在遊戲裡面 或者書裡面看到 其實很小的 這張就很大張 這個我知道是賣點來的 背後當然有一個 在野外陣上 他們在野展的時候 就會有一些圍幕 圍住了 一些帳令 或者聊天 或者吃飯 或者休息 這就可以做到一個背景 合理面就不說了 就說產品就可以了 所以其中一個產品的重點就是 一些畫 和封面設計 再加上我們是根據周防老師 他自己考慮歷史 和他製作遊戲的一些形象經驗 再綜合一些事實資料 他就做出這個形象 我們就根據這些形象 做出來 其實武田如果大家熟識的話 其實每個大名都有很多 規格的 這一套 並不是他最常見的 那麼出名的規格 但是 有些東西都很經典 先看看 這支旗 這支旗呢 這些字就沒錯 全部都是一些 其實是日本借的漢字過來改 所以這裏就是孫子兵法裏 一些幾句 就是精妙的說法 但是呢 就 就不是簡體字來的 是日本借的漢字來的 我們跟這個 所以大家這裡可以看看 這支棍呢 就不是木的 是啤膠來的 但是我們就做了這些木紋 木紋下去 不知道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一點點吧 OK 這個座 好像是木座 但是其實呢 其實呢 就是 不是木座來的 是啤件來的 那為什麼這樣做呢 其實因為木的 一來生產會貴一點 二來呢 可能是容易爛的 還有有些地方 進口呢 木製品是不能進口的 因為他們怕有些蟲柱的情況 好 好啦 那著樣說一下 先 我們幫他拔個配件出來 這個呢 因為一會我們都會拍 close up 就是整隻轉影 但是這個呢 也要提提 這個呢 這個呢 這個部分是金屬來的 不知道那些紋 清楚了 一會都會拍到的 是金屬來的 但是我們會再在金屬上面再噴到油的 所以做到一些日本武士都的那種 那種 那些叫韓文 如果留心看到的韓文 還有就是 印 就是 最鋒利的位置 那些顏色是不同的 那如果不油 不噴色呢 就 效果不太好 那還有這把劍呢 留意這裏 這個劍格呢 我們叫中國人的劍格 這些位呢 其實是一些 高級將領才用到的 都是雕花的 那這把當然是他一些出名的 一些 就是他的一些 配件 那這一把刀呢 是 大一點的 比一般 那通常呢 我們是用這些書的 就是要補充一些 就是一些 一些 實物的資料 我們會再去 補充的 那有機會先跟大家介紹 當然書我們是版權問題 我們不適宜去 去 去 那一部份 也會給大家看一下 那這些其實是我們部分的參考書 就是在我們參考完畫之後呢 我們另外也需要做這些功夫的 那 但是呢 難度高的就是 其實不是說想做每一個形象 都會有 那些資料在找到 那但是呢 anyway 這些都是必須的 好 再看看 那 武田最出名呢 是 這個頭盔 那通常這些高級將領呢 現在才會有這樣的 應該是馬尾毛來的 這樣的裝飾 這個 武田徽 那 大家留意一下 那 其實我就覺得很帥仔 因為他是一個大名 所以不同的一般 我們的戰將 就不是以空猛為主 用的標識去 是一個高貴的貴族武士 所以武田其實都是一些 屬於貴族來的 那 大家查一下資料 好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軍配了 封林火山的 那 實物應該很多時候 有些是用金屬做的 那 這個當然不是金屬 那 軍配有這些 繩 特點呢 另外就是這寸佛珠 那 其實武田 信員呢 是一個 信了 即是 信了 即是 但是不是貴姨 貴姨之後 所以用一些 法名 那 正式的名字是武田情信 那 很多大名的名字都改來改去 所以大家都要注意一下 其實很多時候說的是同一個人 武田情信 武田信員 都是同一個人 那 佛珠 那 盔甲 這些全部都花了很多心機 在衣服上 那 如果你要數呢 我最基本數到四層 即是底衣 藍色這件 和服 跟著呢 就有盔甲 盔甲外面還有鎮雨漬 鎮雨漬 鎮雨漬外面 就有這個 前住 腹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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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飾 那這個呢 武田呢 特別一點就是他只有一把劍 在我們的創作裏面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 這個就問回老師才知道 總之是只有一把劍 因為其實信長有兩把 甚至我們還有一把 火槍加了給DELUX版本 那會不會少了呢 其實差不多平均 其實都差不多 龜甲這套是金色為主 細節稍後可以慢慢看 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主要就是 其實這種龜甲 我形容是一些比較古代的龜甲 和水長的龜甲 是兩種不同的做法 即是純日本的龜甲 你看到這個陣軟跡呢 其實我們做了鐵線 在裡面 所以你其實都做到 有些飄逸的感覺 其實頭盔用了好心機做的 大家可以買到 其實大家可以買到 忍賞一下 其實花多心機做 因為這個型 其實不是真的那麼容易 你做出來 英俊 英俊 對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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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難度 以前我們做的羅馬 和希臘 都遇到很多這種情況 我們都要克服 好 特點 還有 這張椅子 這張椅子 表面是七島條目 你看到有些紋 這張椅子 還有這個 虎皮 虎皮 戰 小椅子 小椅子 這樣 多數都是這些椅子 信長只有這張椅子 皮 好 那 長程呢 產品的東西 我們再會在一間主觀鏡 跟大家介紹 所以這一個 不同的信長 信長好像多些家賊 這個就多了一張椅子 多了一個風林火山的旗 這個是第二彈 接下來第三彈是誰呢 應該就是增田恨村 大家不如廢話少說 如果想看詳情 或者詳細介紹 製作 我們怎樣搞這個系列 為什麼要找周防老師 有什麼難度 我自己認為怎樣做好的武士規格 即是一比六計 一比六計好的武士模式 是怎樣做呢 就在另一條影片 應該就是玩具堂的 冷知識那條影片 就有了 這一集我們就不花太多時間 就講一些遠的 集中火力 再提醒一下產品 大家一起看片 要把其他影響 別五進 連繫 都可以按下 我們聯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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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